收割我们白氏集团 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 白氏集团这三年来一直在亏损 虽然拿了全氏集团的投资 但也没能挽回一直亏损的局势 而卖给极光集团 是你们最好的选择 我告诉你 就算我们白家破产 我也不会让你得逞 白总好气度 你不害怕破产 那其他董事呢 要不请他们一起来开个会 莫云 你是来报复我的吧 帕偶夫 有必要吗 白亚盟我是来帮你的 被极光收购 你还可以拿到一笔钱 不然以后真的破产了 你可能就要流落街头了 你以为你胜算很大吗 我们背后还有权势 你休想逗我们白家 倒是你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爬上今天的位置 但是 吓得人永远都比想爬到我头上来 走在这种地方 你得很小心 因为草都长到大腿的高度 哈喽 说过的事谈得怎么样了 还算顺利 不过还得再谈一次 那这次烧锅的事谈完 我们就一起回美国吧 再说吧 我这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可以请个职业代理人 不用自己承受的 在意吧 你不会是 舍不得走了吧 这毕竟是我长大的地方 肯定会有舍不得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走 那我就留下来陪你 姜怀 其实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我也希望你能早点找个女朋友 早点见我 好 我知道了 烧情 你跟了莫总多久 两年了 不短了 你是知道 当年我跟莫云怎么把急功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但是现在看来 那个权娱戏 打乱了我的计划 影响了公司的发展 乱了莫云的心 对莫云影响很大 我和莫云是战友 我对她的感情你是知道的 你会帮我的 对吗 你要多去她助理那儿套货啊 我这没什么事 你不用来也行 知道了 老板 对了 莫总现在应该又去白石集团了 白总 我们的收购条件就是这样 我相信没有人比我们出更高的价格了 另外 这份报价我已经发给了贵公司的所有股东 他们没有意见 你们都先出去吧 我想跟莫总单独聊几句 莫云 你现在还真是让我感到意外 没想到被亲人背叛 还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我还真是有点佩服你了 怎么 是不是很奇怪 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他们就是我藏起来的 我就是想让你永远以为 你的父母死得那么难堪 不然 你怎么会痛恨一辈子呢 你抢走了我的玉哥哥 还想抢走我的公司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莫云 你怎么可以心爱的和全玉玺在一起 你难道忘了三年前的那个孩子吗 莫云 你想想那个死去的孩子 你怎么可以心爱的和全玉玺在一起 别 玉哥哥 什么孩子 你骗了我 你骗我喝下多台药 骗我是全玉玺不想留下这个孩子 是你 是你杀了我的孩子 是 我是骗了你 他是不知道你还了这个孩子 要是知道了 他就一定会娶你 但是我守了他这么多年 凭什么最好选你 我不甘心 莫玉 所以说三年前我们有一个孩子 玉哥哥 你听我说 滚 莫玉 所以说三年前你不辞而别 是因为你怀孕了 以为我不知道有孩子对吧 对不起 对不起 莫玉 对不起 是我伤害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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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天 你 你 我 我累了 我要回去休息 行 你先回去休息吧 送一下 他在哪 岳哥哥 岳哥哥 我是因为爱你才这么做的 岳哥哥我真的爱你 你相信我 白亚猫 因为你的自私和恨 你们白家将付出严重的代价 我已经将你们偷税漏税的证据 交到了司法机关 很快你就知道该去哪里赎罪 岳哥哥 对不起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求求你原谅我好吗 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 我再也不敢了 不敢了 阿明 走 优优独播剧の声 暴霄 下次再来 curve 诸 Projekt 你 啊啊啊